大家好,这是关于2032年利率水平这个视频的第二部分 为什么要讲这个历史不会重演细节过程,却会重复相似呢? 首先我们想2008年,对吧? 2008年的当时美国印钱,中国也印钱 但是2020年,疫情来了,美国印钱了,中国就没有印钱 这是说明什么呢? 2008年,中国可能会接收了美国印钞的大部分 美国放水,中国收 但是2020年,美国放水了,中国没有收 所以这钱就留在了他们北美内地 内部,所以导致了这个通货膨胀 这就是一个,从我个人理解 就是为什么这次通货膨胀会起来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这个钱印了,没处可去 同时又搭上了那个货流 物流不寸,物流不畅,供应短缺,对吧? 所以说这个利率水平,CPI不断的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现在目前,现在来看中国十年以内肯定会收复台湾 如果收复台湾,中美是不是会 关系很差,乃至断交,对吧?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说是十年之内这个事情发生的话 让美国的利率,美国的这些市场,它的这些大宗消费 这些大宗商品,耐用品,它从哪里来? 从印度,从印度有可能,除非它十年之内可以搭建起来 像中国那样子的,全品类,全链条的供应链 越南是不可能的,越南人口才一个多亿 你不可能说用越南这个一个多亿的人口来供养美国的三亿 欧洲的那么大一个国家的,欧洲欧盟那么大一个国家也有几个亿的人口 你不可能用一个亿的人口来供应五六个亿的人口 这体量在那里,对吧?越南,他做不到中国这么样的体量 好,那我们再看看第三点,2030年 如果说2022年,这个2022年美国不断的加息,不断的加息 2023,2024很有可能出现一个2008年一样级别 或者比2008年级别更糟糕的一个金融危机 那他会不会印钱? 那他会不会,那中国会不会收他印的这个钱? 对吧?这就是说金融危机来了 美国会不会再放水,像2008年一样 大概率的答案是会 美国会放水 如果2023,2024出现一个金融危机 巨大的金融危机,他会放水 会放水 有没有人来收这个钱? 我觉得不会 那就是说通货膨胀在2024年,2025年会继续 虽然可能那时候金融危机来了 利率水平可能还会跌到1附近比1还低 对吧?但是他很快,这个过程很快 然后会啪啪啪,又开始利率往上涨 这就是历史和过程 他做过的事情他一定会做 就跟2020年一样 2020年,你看美国 降息放水 加拿大也是降息放水 那如果2023,2024年有金融危机 或者2025年金融危机来了 他会不会利率降,降到0 来自负利率 然后会不会积蓄放水 放水,他水往哪里去 如果在同时跟中国关系搞得不好 中国跟他,比如说 就是最厉害的就是断交那个级别 对吧?你商品供应不过来 你那么多钱过去 你没有商品来填这个坑 你说你这个利率会不会 你通货膨胀会不会上天 这就是为什么 我 为什么我对未来十年这个利率水平感到担忧的一个 不能说一个了 两个主要原因 而且这两个主要原因是大概率会发生的 我就是大概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些 好,谢谢